首先是关于基督教 基督教呢 关于它的历史 由于实践关于 我们不给它介绍 不给它介绍 但是呢 毫无疑问 它是欧洲 它是西方这个文明的一个根基 一个根基 对西方世界文化 比较熟悉的同学都知道 这个西方的文明 有两大源头 所谓的两西文明 一个是希伯来 一个是希腊 对吧 希腊我们也应该 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个希伯来呢 主要是就基督教而言的 基督教而言的 对于西方来讲 它一开始是 意志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后来逐渐逐渐的 逐渐逐渐的 它融入进来了 嵌到了西方的文明当中来 嵌到了 虽然它的起源不是西方的 但是它最终 嵌到了这个西方当中来 我们大家如果翻开 任何一本 关于西方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 西方文明的这种介绍 包括西方的文学史 包括其他西方的 其他的历史 这个西方这个东西 你看他 对吧 他会讲到 他会在他的文明的 追溯他的文明的起源的时候 会追溯到埃及 对吧 会追溯到 会追溯到这个 苏梅尔 会 然后肯定要讲到 肯定要讲到西伯来 对吧 这是因为 尤其是要对西伯来 对基督教的这个起源 因为他这个后来 对吧 构成了他文明的一个主体 他必须要予以接受 他不会 他不会说你 中国如何如何 华夏文明如何如何 对吧 他也不会说印度 印度如何如何 这个不在他的范畴之下 不在他的范畴之内 因为这个文明 没有出现交集 没有出现交集 这个基督教的产生 基督教的产生 这个早期的历史 我们给大家都不介绍了 他的生长 他的发展壮大 是在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 他的这个必然 必然要产生 在教权上 我们包括我们中世纪 也会给大家强调的 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 教权和政权的这种争论 这种争议 这个他的矛盾 基督教的这个传播 一定会引起政权的 这个关注 这个关注 对吧 从这个中间的一个关系 一定会有一个镇压 到相互磨合 然后利用 一个一个一个 这段历史呢 非常细 我们不给大家介绍了 但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播 以后的这种传播 一定他会伴随着 跟着这个世俗权利的 他的这个这个发展 是是紧密相关的 包括这个罗马 包括这个基督教 罗马帝国的分裂 也造成了基督教自身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分裂 一个分裂 我们关注的 我们给大家关注的 主要是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所谓的有所谓的基督教 东正教 这样的一些区分 这样的区分 这个区分呢 实际上都是 由于这个历史原因 这样一些造成的 我们给大家 说介绍的这个基督教 下面介绍的基督教 就是指西部教会 西部教会 这个 它这个历史 它这个历史是很漫长的 一直伴随着政治上的 这个从476年 罗马帝国的分裂 到1453年 东罗马帝国 在土耳其人的攻击攻下 灭亡等等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历史 我不给大家讲 对吧 因为这个基督教的历史 它在我们这个中世纪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但是它到以后 到我们所谓的近代 拿开近代的序幕以后 像文艺复印 宗教改革 它都是属于 基督教仍然在它的发展 包括宗教改革以后 到我们今天 到我们今天 这个仍然是一个 历史的一个过程当中 包括这个基督教的 思想渊源 在思想渊源上讲的 这个我们知道 它自身一定有 自身的独特的 它最初的那个起源上的 犹太教 它在犹太教 有很密切的关系 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犹太教 它有它的一些思想 跟其他世界上 任何一种宗教 都不一样的东西 都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基督教 基督教既然它要想 在西方世界要传播 在罗马世界要传播的话 它一定要进行改造 这个在历史上 任何历史上 任何一种宗教 都会如此 都会如此 它最早发源的那种形态 要想进一步的传播 它一定要克服 它原来的那个 过于特质性的东西 特质性的东西 哪怕包括 它这个传教的语言 传教的语言 你不可能 用西伯来语进行传教 在非西伯来世界 对吧 它要进行传播 你要在罗马帝国传播 它就得要用当时的语言 你才能够去传播 你要对你的形式 就要你的内容 就要对你的形式进行改造 来适应 你要传播的这个地方 它才能够进一步地 扩大它的影响 比如我们注意到 像这个圣经 我们对圣经 多少有点了解 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叫旧约新约 对吧 旧约新约 大家知道这个约 这个约的这个概念 当然一方面 它有西伯来的起源 实际上另外 它也有罗马法的语言 罗马法的语言 我们在圣经里面 会看到有一些很强的 法律的语言 这个语言 这个就是为了 它当时为了在 罗马帝国 对吧 在罗马帝国传播 罗马的这个 罗马法是非常兴盛的 非常兴盛的 这是人们生活的 一个基本的框架 一个框架性的东西 你这个基督教呢 用这样的语言 就便于它传播 对吧 便于它的传播 在思想上呢 你像这个基督教的思想 它要想吸收这些 知识分子 吸收这些贵族 它一定会用一些 像辛伯拉图主义 辛伯拉图主义 斯多哥派 它的这些 现有的这些哲学观念 进行改造 对它进行改造 所以这个努力 这种努力 一方面我们说 这个基督教能够在 罗马帝国传播 是因为罗马帝国 产生了对一种宗教的 一种需求 对吧 宗教的需求 而这种宗教 要能够填补这种需求 除了要填补这种 能够填补这种需求之外 它一定要在形式上 对自己进行改造 对自己进行改造 抛弃那些 抛弃那些 不能够 对于它的进一步传播 构成障碍的一些因素 当然 它也会保留 它一些最核心的东西 保留它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督教的这个经典 圣经 由旧约到新约 大家会发现 这个上帝耶和华的形象 对吧 就由它的一个战神 由它的保护神 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形象 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 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个上帝 对吧 是非常残暴的 非常残酷的一个形象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它是 犹太人的保护神 对吧 是它的战神 是它的保护神 它当然要 它当然要减除别的民族 别的民族 可是到了新约当中 对吧 我们就发现它的形象变了 形象变了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必然 所以恩格斯说了这句话 基督教 从普遍化的东方神学 特别是犹太神学 与庸俗化的希腊哲学 特别是斯多克派哲学的 混合物中 悄悄地产生了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不是它的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而是要给大家要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一种宗教 对吧 它的传播 它的传播 它要有一个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 是 帮助